先前不管是国会改革还是废死议题 绿营都是直接搬出了大法官视线来帮他们解套吗 因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现在提案说 希望可以修宪法诉讼法 把大法官的现有总额改成法定总额 而且把裁判的门槛提高到法定总额的三分之二 以避免少数的大法官就能够来决定判决 虽然说立法院已经通过了出审 但是绿营还是持续的抗议 但没有想到同样是在野党立委的黄珊珊 他却跳出来说修宪诉法会导致司法权的停摆 他不支持 那么民进党当然立刻跳出来说 哇很开心看到专业 希望民众党的其他委员都要听黄珊珊的 问题是现在宪法庭是摆明被绿营 已经当成是他们翻桌的一种杀手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真的不需要提高大法官视线的门槛吗 小新怎么看 先讲在国会改革的法案修正期间 那其实民众党也有他的版本 然后呢民众党在跟国民党在这个国会改革的修正上面 是达成极高的共识 那其中应该也要包含黄珊珊 他也是民众党的其中议员嘛 那在这个国会改革 大家蓝白一起通过 出去之后 到了大法官那边呢 那不仅是被解释为 虽然他是部分违宪 可是几乎重要的条目都违宪之外 他还额外的透过这次的视线 去再现所有的立法委员的权利 所以呢 哎你要想哦 我们从本来的立法委员职权新知法 然后到我们要修正的 到大法官事件了 是退回到原本更之前 连质询权都变成是说 人家爱讲不讲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大法官的意见 那就如此的草率 甚至其实有一些像詹森林 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蓝的 可是他很多在不同意见书里面也提到了 国会改革送出的法案里面有一些 确实应该要让国会议员 拥有这样子的权力 以利监督政府嘛 而不是变成是说行政权独大 然后呢连这个司法权都来配合行政权 那这样的话 这个政府做不好那谁来监督 当这个所谓的民意代表 没有监督的这个机会 那监察院又是由这个中央 然后来指派的监察委员 虽然我们有行使人事同意权 但是那你派任你选拔呢 还是有你派的人过去嘛 而且他们没有民意基础嘛 跟过去我们很早很早 一些监察院是不一样的状况嘛 所以不要拿五权宪法出来讲 因为呢 现在的监察院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 有民意基础的代表强力的监督 那是需要调查权跟听证权的 好所以当这个宪法法庭 他们在这一次的视线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完全是配合 民进党一档演出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他可以提高这个相关的门槛 让大法官以后在视线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更多的共识 而不是说我组成一个小圈圈 小团体我就可以 否决你所有立法院来的东西 变成是帮民进党 护航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法定总额要提高到三分之二 那至于黄珊珊委员的部分呢 他就应该要好好思考看看 在国会改革的修法过程大法官司法院扮演什么角色 看起来他们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在帮 这个行政院来护航嘛 那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司法院大法官已经不公正了 那我们又何来认为说应该要提高这个法定总额呢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回头过来看看 就是说当被王定宇称赞 当被蔡逸宇称赞的时候 那对于民众党而言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心情 就是我会去想啦 一个民众党他们自己政党的主席 然后现在也被民进党这个政府 然后霸凌成如此 然后现在也在看守所里面 现在还剃了光头之后 还要被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酸言酸语 什么说什么大概觉得他自己出不来了啊 就是各种各种奇怪的言语都有的情况下 那作为民众党的其中重要议员 如果还是站在民进党的这边 想着帮民进党护航的话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啦 如果我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我会觉得蛮失望的 因为大家应该是有一个共识说 民进党现在整体而言 他的权力过大太过嚣张 而且手伸进司法跟检调 所以在司法检调这一块 我一直都觉得蓝白应该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 包含你要侦查不公开 不是侦查大公开 包含很多检调司法 他们沆陷一气之后 泄露一些内部的资讯 而且只有片面一半的 对这个所谓的在看守所里面 比如说柯文哲好了 那他可能没有提供这个完整的资料 只有一部分的资料 然后让外界可以透过很多节目啊 去影射啊 那他人在里面 他无法替自己辩驳啊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像这些东西 他都是跟司法 都是跟检调有关的 还包括整个国会改革还有很多的法律方面 未来都可能再被送到 这个大法官这里去试线 然后变成是什么东西 每一项都危险 先前连禁法补偿条例 他们都考虑过要送到大法官那边去 那不敢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送了的话 那所有之前老农年金啊 老农津贴全部都会危险 所以他们才不敢送 但变成是这个所谓的大法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